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介紹這一個電腦LC3 也就是作者建構出來的電腦LC3 然後大部分的電腦都跟這個LC3很像 很像 尤其它的這一個運作的演技幾乎是一樣的 那LC3跟你現在用的電腦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它比較小 它的size比較小 然後它所能提供的子電腦比較少 只是這樣子而已 它的memory比較小 等等是這樣的 但是它整個的工作顏底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LC3這一個電腦 那首先我們要介紹這個電腦的ISP 就是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那這一個什麼叫LC3的ISP 就是這個LC3它的一些硬體的架構 它的一些硬體的架構 然後假如你要去寫沉思的話 你必須知道的所有硬體的架構 那就是這一個電腦的ISP 你要去寫指令 對不對 那你要去寫指令 你要去知道說 我有哪一些這個印算可以用 比如交寶 還是這一個ADD 還是ANP 還是NOT 你有哪一些印算可以用 這個理念寫成字的 你應該要知道 對不對 第二個你有哪些register可以用 然後第三個 你要去memory裡面 memory裡面抓資料 或存資料 你要知道說 怎麼樣去指定 memory的application 還有 第二個 你怎麼樣去做一些決定 比如說你怎麼知道說 喔 假如X大一彎 那我要做什麼 X小一彎我要做什麼 對不對 那怎麼樣來控制這些X大一彎 或者怎麼樣來知道 X大一彎還是X小一彎還是X等一彎 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用硬體把它實現出來 好 好 那你要去 這個寫沉思點LC3 你必須要知道這些硬體的價格 好 還有這個電腦 它怎麼樣去執行這些硬體 怎麼樣去控制這些硬體 來 讓這些硬體來執行 你要做的工作 這個我們就叫做RSA 所以任何一個電腦 你買回來了 以後 你一定要 假如你要寫它的 那個Machine Language的Program 就是機器語言的程式 那麼你一定要去K它的RSA 所以我們以前 以前我們這個 那時候微電腦剛出來的時候 它是沒有高階語言 像Intel 404 那個出來的時候 那個沒有高階語言 全部你都在用 它的提供的機器語言來寫 所以你就要把它的 那個廠商 它會給你一本 描述這個電腦 的RSA 你要把它K的很清楚 但是現在不用 現在你買一台PC 你大概不會去K它的RSA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腦都提供高階語 比如說C啦 或C++ 所以大家 尤其像我的校圖級要寫的7++ 那你只要用高階語言寫的話 你就不用去管它RSA 為什麼 因為高階語言就是要 不懂電腦的人也會寫程式 對不對 不懂的電腦工作嚴厲的人 也會寫程式 所以你看很多其他學院的同學 一樣也會寫程式 像我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女兒是在支館 支館 那他們也一樣 跟各位一樣 就是下節期的 他們好像上節期 大衣上 就開始接出C跟C++ 大衣上它是去臉 那不是這臉的 它是高領的兩支 所以 他一進去 一人體育進去 就是學C跟C++ 他學得很辛苦 學得很辛苦 那剛開始他還會 因為我女兒跟他是同學 我女兒跟他是高中同學 可是他是剛開始 偶爾會來問我 後來他就慢慢的就不來問 好像聽說到後來就到了 大概我教的不好吧 所以他就到外面去補習 就是為了這個計算計概論 其實我是蠻 蠻這個同學 為什麼 一個高中生 一向他大衣 對不對 大衣上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他跟他學C++ 我真的不曉得怎麼教他 你跟他講說 有基體 基體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然後你跟他說 他說有變數 變數是存在記憶體裡面 然後你宣告呢 相當的 你宣告什麼什麼什麼 比如 Data Type 或者是 Aduration Mode 等一下我要提到的事情 或者是 C有那個Point 講那個Point 他根本都不知道 他知道才怪 這不可能知道 所以真的很辛苦 那我也 還有一些 朋友 他的小孩 也會到交道 交道電子機 他們也一樣 大衣 現在大衣好像都 學計算計概論 好像這是教育部 規定 對不對 所以各位也是非休不可能 兩位可以讓你選 說不定都不會選 他們也是一樣 要上那個C加教 就我知道 也是非常進 甚至很多很優秀的人 在高中很優秀 到了交道被盪掉 那個科目就是被盪掉 所以 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 你一接觸 C 跟C加教 你會 榜然不知所抽 包括我以前 學也是一樣 真的是 這個感到很榜然 老師在講什麼 不知道 他在講說 Memory怎麼樣 然後在 在記憶體裡面 建過一棵樹 講那些東西 我上次有跟你們學長講 我說我不曉得 在電腦裡面 怎麼樣建一棵樹出來 那電腦裡面 還可以 給他種一棵樹在裡面 搞什麼東西啊 但是這些老師 因為他開作 你就學過這麼一樣 對不對 資料結構 資料 那個計算機 結構 什麼 都有學過 所以你知道 那些東西是什麼東西 不是真的去種一棵樹 開玩笑 真的種一棵樹 但是你就是要 用資料結構的方式 把它建一個結構很像樹 所以我們就用一句話 講說 我在電腦裡面 等一下建過一棵樹 還有就是說 在電腦裡面 給它建一個擠證 在電腦裡面 怎麼建一個擠證啊 其實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它存在 還是存在 記憶體裡面 一個樹 一個樹這樣存起來 只是說你怎麼樣把一個擠證的 這些 儲存的東西 把它放到電腦的記憶去 那對它有一定的做法 但是假如我們不介紹這些東西 馬上就跟你講說 我在電腦裡面建一個擠證 哇 那你要叫大一的同學 怎麼聽得懂呢 所以我那時候老實說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還大一下 大一上還沒有計算去代表 只有大一下 然後大一下 學的東西還是浮船 Ball track 現在你們不用 現在大概只有TGC 有TGC不一樣 支領還是算浮船 還不知道 可能還沒接觸到 那時候我們那時候是浮船 大一下是交浮船 那浮船比起 西家家 那差太多了 我的意思不是說西家家 這個比浮船簡單 而是浮船比西家家簡單很多 那你們下節期就是要接觸西家家 這是一個很難的語言 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很難的語言 那觀念 你需要花花留時間去幹嘛 那我在這邊不是在口喝 說很難 所以你下節期就趕快 到街頭去抗爭 不是這個意思 你要先自己有一個心理準備 把這一個 我們上學期介紹的這些觀念 你要很辛苦 那麼等你下個學期介紹西家家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西家家的語言 怎麼樣把它轉換 事實上它還是要轉換 轉換成這種的新內褲 然後去執行 你會知道西家家這個東西是幹什麼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不要小看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真正在電腦裡面之前 不管你是用C或者C++或者是Job 任何一種語言型 所以到後來通通都要翻成 這個 這個 機器裡面 然後這個機器才有可能會翻到自己 所以雖然 這個 我們高階的語言 很多很多種 全世界幾百種 但是 每一種機器的機器裡面 只有一種 只有一種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介紹 LC3的 ISA 它製作這麼一種 那你可以在LC3上面 建構 很多 高階語言 所有的高階語言 都可以在LC3上面 但是你每一個高階語言 就要寫一個 叫做Compilot 去把你所寫的那個高階語言的程式 把它轉換成這個LC3的ISA 這樣子那個程式才可以 好 所以我們今天很重要要介紹ISA 然後介紹完了以後 我們就要分配對於每一種指令 因為這個ISA裡面包含各種不同的指令 好 然後我們就要對於每一種指令的格式 以及 它的執行步驟 還有它的執行結果 我們會幫各位一一的做介紹 好 那基本上它有三種 這一個指令 它有三種指令 第一種指令呢 就是讓你做運作 做加啦 做and 做運作 第二種指令呢 是data movement 讓你搬資料 資料從這個地方 把它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我們叫movement 好 第三種是control instructing 這讓你做控制 控制什麼 控制整個指令的順序 執行指令的順序 是這個指令先執行 還是那個指令先執行 所以這三種指令是不一樣 對不對 第一種指令就是 讓你做加 讓你做and 就是做intrust 做intrust 第二種指令呢 讓你搬資料 對 從這個 這個資料 把它到處搬 從這個地方搬到那個地方 第三種指令 是讓你控制 這個執行指令的 順序 好 那通 這個 通常 只要一個電腦 它能夠提供這三種指令 那大概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這個電腦就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他們有去證明 所以一個電腦只要提供這三種指令 它就可以做這個 這個 程式設計師 程式設計師 想要做的 這樣子 事情 好 好 然後最後我們要舉一個例子 舉一個程式的例子 讓大家說 欸 假如你要做一些事情好不好 啊 這一個程式要長的什麼樣子 然後程式又怎麼樣執行 那直接出來結果 是不是真的是理想的結果 啊 所以整個我們這一張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看你只要這一張說 這個看完了以後 是不是你已經會寫成事 啊 你就 你就會寫成事 所以我們以後 第六張以後 就會慢慢的讓各位去寫一些程式 那要不然就是 會有一些程式 已經寫好 然後讓你去trace 所以trace就是 你把自己當作一台LC3的電腦 然後這個程式給你 然後你去執行 你去執行 我不是他去執行 你去執行 然後執行出來 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然後執行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會慢慢跟各位熟悉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 你程式看多了 你自然很自然也就會寫 就跟各位下棋以後打牌一樣 對不對 很多人可能喜歡下象棋 下象棋 下象棋剛開始 就會告訴你 說馬怎麼走啊 像怎麼走啊 士怎麼走啊 鞭跟竹怎麼走啊 對不對 鞠怎麼走啊 好 然後完了以後呢 你不能說 你叫我怎麼走了以後 每一種旗子怎麼走以後 我就會下象棋 對不對 我象棋就很厲害 哦 確實不是這樣 對不對 你跪走了以後 你要到處去跟人家下 先跟同學下 對不對 然後下一下 再到這個 跟北溪的下 下一下再到校外 去跟北的學校下 下完以後再去 受傷 那個受傷 那個受傷那種類史那邊 假如你有誰喜歡下象棋 我可以抱一個地方 那個中藝石旁邊不是有一個唱 喝飲料的吃飯的 還可以唱卡拉OK 那邊喔 時常會有很多降級高手 在那邊下降 那個都是那個 有很多老輝啊在那邊 那都是高手 所以你也在說 哎呀 中山已經無敵手了 去那邊 然後 然後人家下完了以後 對不對 你就可以去參加比賽 高雄市比賽 然後再來 台灣省比賽 然後再來 全世界去比賽 好 那你就怎麼樣 一直練 一直練 然後你就變得高 剛剛你講一直練的話 你可能 那個 會被盪掉 這個 還沒畢業就退學 所以 也不見得到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學好一個陳詩 你光是知道說 每個指令 在做什麼 還不夠 你要先 你要去跟人家 去下 那在下之前 UG很重要 你要去看看人家怎麼下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小孩子 下降級很遺憾 就是剛開始 小孩子有時候 一直在旁邊看人家下 對不對 然後剛開始 看了一頭霧水 欸 為什麼他要這樣下 慢慢看久了呢 他就變成參與者 那兩個人在下 最好他在旁邊說 欸欸欸 你這個這一步怎麼會這樣走 不要這樣走啦 怎麼會這樣 所謂那個 象棋那個子上面 有一句話叫 觀其物語 真金子 那個是什麼 那個就在 在跟那個 旁邊那個第三者講 你看了不要在那邊 閒東閒西 嘴巴 你這個下的不好 哎呀換我啦 我以前有看過有些 有些第三者 看著實在很不順眼 把他下降級的人 啊你太吵了 你起來起來我來下 所以你要先看在旁邊 看看人家怎麼下 啊我們現在 以後就會有很多誠實 讓你去看 然後讓你當作LC3 認真去執行 讓你看了一陣子的人 然後你慢慢你就自己會寫 好 然後等下你寫了以後 就讓 變成別人來看你的層次 好啊這時候你就很高興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這一張 要介紹的 好 好那 所以什麼叫做RSA 就是一個電腦的 RSA是什麼 就是所有 一個層次設計師 那這裡我們所指的層次設計師 Machine Language 就是機器語言 你寫的層次是機器語言的層次 好 一個機器語言的層次設計師 他所能看到的 所有的 眼界 那就叫做這個電腦的RSA 好 所以包括所有的 你這個Programmable Visible Programmable Visible 就是 層次設計師可看見 可以讓層次設計師 看到的 那些components 跟operations 對不對 你要執行 所以我們是要執行 好 那這是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Memory的Organization 就是這個Memory 叫這個電腦Memory 長得怎麼樣 所以你才可以去存起資料 對不對 我們說我們的instructing有Data Movement 那你Data Movement 那你Data Movement 要從哪裡 把Data移出來 從Memory把Data移出來 或者是把資料寫到Memory裡面去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Memory Organization 這Memory大概整個結構是怎麼樣的 那包括 address space 這個Memory 到底 它的address 你要去抓它的address 你要幾個bit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叫address space 比如你講三個bit 那你address space 就是二二三四八 對不對 那你需要四個bit 那就是二二四四八 它的整個space address space 有多大 這個我們必須要知道 好 再來addressability 就是每一個address 裡面可以 放多少個bit 對不對 這我們叫做幾個bit 好 比如說你現在每一個address裡面 可以放八個bit 好 那我們叫做bind addressable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每一個address裡面 可以放多少個bit 那這樣你才可以知道說 假如我現在有十六個bit的東西 我到底要分這幾次基礎 好 或者要分幾次抓出來 好 好 然後這個就是memorant 再來就是register set 就是 那些register 在ALU 裡面的那些register 所以像我們LC3 總共八個register 對不對 R連到R7 好 所以你要知道說 哦 這總共有多少個register 我可以用 還有呢 每一個register 到底是多大 好 它可以存八個bit 存十六個bit 存單二個bit 等等 好 好 然後他們怎麼樣使用 對不對 因為你要去 去做一些驗算 必須要 這裡面的register裡面的東西 拿出來驗算 所以你要知道說 他們怎麼樣使用 好 再來就是instruction set 好 你每一個instruction 到底長得怎麼樣 好 因為你要寫 要寫 所以當然你要知道 每一個instruction 長得怎麼樣 所以你要知道說 每一個instruction 它的op code 好 還有呢 知道它的data time 這到底它是 處理整數 還是處理時數 還是處理rp code 等等 再來就是 adduration mode 就是它的定值法 就是我們中文翻成定值 定值模式 好 那就是它的定值法 一個instruction 它提供了定值法 the tracing mode 有幾種 那每一種 到底它的運作方式是什麼 這樣子你才可以去搭配 搭配各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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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值的方法 去達到你的需求 那有些時候 你一定要某一種定值法 好 你才做得到 好 那有些時候是 很多種定值法 都可以 達到你的目的 那到底要用哪一種 就是 陳詩設計師 個人的使用 對不對 但是有一些是 只能有一種 好 啊 所以你這個陳詩設計師 就必須要去製造 各種不同的定值環 然後在最適當的時間 用最適當的狀態 好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用IC 必須要去 了解到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第一個是memory 我改了這些 那在LC3裡面呢 memory是怎麼樣 總共16條線 就是address 是16條線 從A10到A10 好 那你總共16條線 代表說 我總共可以抓到 這樣address base 多大 12-16-4 對不對 你看 你看 講四條線 你可以抓到 16個 有接種 三條線 抓到8 兩條線 是否狀況 對不對 所以能抓到4個 好 所以16條線 就是2-16-4 所以我們總共address 提供你2-16-4 2-16-4 現在沒有這種電腦 現在沒有這種電腦 所以只能可以讓你抓到2-16-4 因為2-16-4 才多大 2-16-4 2-16-4 是不是64 對不對 2-10-4 是不是1K 所以才64K 2-16-3 我們做LC-3 它提供的memory 才多大 才2-16-4 才64K 不是64Mb 也不是64Gb 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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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六萬 四千 大概是六萬四千 比六萬四千 大一點 就是64乘上 1.24 所以大概就是 六萬四千個 位置可以讓你抓 那你假如你買了一個這樣的電腦 現在買這樣的一個電腦 你大概什麼事都不能做 大概什麼事都不能做 你連那個上網也不能上 然後連玩一個 很小的那個電動遊戲都不能玩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LC-3 就這麼大 然後 addressability 就是每一個location 可以儲存16個bit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這一個LC-3 它不是一個 by-addressability 的電腦 它是一個 那個 2-by-addressability 它是一個location 放16個bit 所以你每一次要存進去 就要存16個bit 其實你說 欸我沒有那麼大 對不對 我只要存1 所以我要只要存1到一個location 而且你來用16個bit 所以換句話說 你看 15個0再一個1 好 那代表 1 12341 這樣 好 所以我們 存取的單位 就是16個bit 你要抓出來 16個bit的存進去 就是16個bit 好 那我現在問你 那這個LC-3 這個memory 最大可以到多少個bit 多少個bit 是不是 把這一個存在這個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LC-3 它的memory 總共有多少個bit 最大可以到多少個bit 就是2的16的四方指 好 好 再來 所以這是memory 所以你每一次要抓memory的一個資料的話 你要提供給它16條位置線 好 好 再來我們的register register呢 在LC-3裡面 就是只有R連到R7 只有8個 那每一個register呢 也是16個bit 就是跟memory的一個大繩 這個就比較方便 所以你每一次 讀一筆資料進來 馬上就塞在register裡 不需要經過任何轉換 但是假如說 像各位的 你現在的PC 大部分就是 一個位置 放8個bit 好 大部分就是這樣 那所以假如你要抓一個16個bit 這樣比較多人 比較多人 好 好 所以這個是16個bit 好 再來 因為我們總會有八個register 那你怎麼知道說 我要抓哪一個register的資料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需要有 這個地址 這個地址 這個地址是來抓這八個register的地址 而不是抓memory的地址 所以抓memory的地址 他抓register也有地址 只是這時候這本書 他不叫做 這一個地址 他把它叫做identify identify 那個意思不一樣 好 所以因為你有八個register 所以你需要三個bit 你需要三個bit 去辨別說 我現在是要哪一個register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需要三個bit 好 那還有其他的register 不是這個R0到R7 好 但是呢 這些register 你programmer是看不到的 所以市場電腦裡面還有很多 你 我們外面看不到的register 但是內部用 好 就好像各位 大概你們都知道 公司 有內帳跟外帳 對不對 好 你看快信師在做 在跟公司做帳的時候 有內帳跟外帳 好 我想各位也有 各位你在管理你的 比如說你老媽對不對 和老爸 給你一本留級帳簿 好 然後每一個月呢 給你存個一萬或兩萬進去 然後那你就包 好 那你一定也有兩本帳 一本是內帳 給你自己看 一本是外帳 比老爸老媽看 對不對 外帳好漂亮 喔 我這個 一千塊去 去那個 異業 不是異業 新生 新生 迎新 對不對 然後兩千塊呢 我去做健身運動 好 結果你看你的內帳 是 兩千塊去吃歐巴兵 然後一千塊去打電動玩具 對不對 好 這個我們就內帳外帳 好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好 這我們有一些 register是內帳用 就是說只有電腦內褲才看 好 那那 運作的流程 需要這一些 register來幫忙做管理 但是外帳是什麼 是這些 好燃到好營 這是 就是層次設計師可以去 去 去 去指定 好 好 那 這一些 這個 就是 層次設計師 不能指定的這些register 就包括這裡 好 但還有其他的 但最注重的是這個 一個我們叫 Program Compt 你不能再去設定 去寫一個層次說 欸 我要把 25 寫到 PC裡面去 沒有這種指定 他不提供這種指定 他不提供這種指定 只要提供這個 那是天效大亂 可是他不提供這個指定 還要Condition Code 等一下我們會講 什麼叫Condition Code 這些Condition Code 也不能讓你指定 你不能說 我哪一個bit 需要讓它1 哪一個bit 要讓它2 不行 這一些一定是指定 執行的過程當中 電腦自動會計設定 電腦自動會計設定 他們是聽電腦本身的 而不是聽你程式設計師 但是這個R0到R7 是聽你程式設計師 你說我現在要把R0的內容 跟R2的內容交起來 結果放到R7 他就會乖乖的聽你的話 把R20的內容跟R2的內容交起來 放到R7 但是你程式設計師不能寫一個指令 就是說 我把1寫到某一個可接線扣 不行 不提供這種指令 但是他會更改 這裡面的內容會更改 依照什麼更改 依照指令在執行的時候 他說喘車的節奏 他自動會去更改這些 而不是你程式設計師 就是效果 好 再來就是OB code 那我們這個LC3總共提供 15個OB code 事實上是16個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總共有三種 這一個 instruction 第一種是operate 就是之前運作 那它提供這三種 所以每一個功能 你只要執行一種運算 或者執行一種功能 好 只要執行一種功能 它就有一個OB code 因為你要辨別 到底你要我做什麼事 對不對 所以只要一種 直覺一種功能 就是一個OB code 好 那operate的討論 就是做運算 它總共有三種 提供中三種功能 一個叫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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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變成1 變成1 就這樣 然後 第二個是beta movement的instruction 就讓你做資料移動 好 這個給我提供1234567 這七種 好 這七種等一下我們 我們會介紹 好 再來control 做控制用 instruction 欸 12345 五種 好 好 那有一些code呢 我剛剛講說 那個condition code condition code condition code的這些東西呢 是 你不能效指令去檢查 但是它會 跟著 一些指令的結果 執行完那個以後的結果 去做根 電腦之中會做根 所以我們在介紹指令的時候 那condition code的總共有三種 一個叫and 一個叫Z 一個叫Z 好 and是什麼 就是假如你前面做出來的結果 前面那個指令 執行出來的結果 假如小一點 那每一個condition code的就是一個bit 一個bit 一個bit 好 假如你前面的那個指令 執行出來的結果 是小一點 那麼這個bit 它就會製造射音 假如你前面執行的結果呢 等一點 那麼這個bit 這個Z這個bit 會製造射音 會製造射音 假如前面執行的結果 是大一點 那麼p這個bit 會製造射音 所以condition code有三個bit 分別代表 n跟z 所以指令在執行的時候 這個電腦就會根據 執行出來的結果 去設定這三個bit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再來 再來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ovicode 再來是data time 那我們這個LC3 它的data time很簡單 就是只有一種 就是16個bit tools complement 硬體 tools complement 我們有一個介紹的 就是正負數 所以我們只提供這一種 事實上跟你的PC 提供很多種 比如說你下前一集 你就會說 哇怎麼那麼多狗 又有什麼 又有bind 然後又有什麼 又有這個 short integer 短整數 然後這個短整數呢 又有sign跟 unsign 就是有正負數 就是有正負數 沒有正負數 然後又有提供你 硬體結 就是整數 長整數 也不是常的 正常的整數 那又有sign跟 unsign 那又有老硬體結 長的整數 那又有sign跟 unsign 就是有正負數 有正負數 或沒有正負數 然後再來又有 又有這個什麼 又有這個 時數 那時數就沒有所謂 正的 有正負數 正負數 沒有正負數 時數一定會有正負數 然後再來還有double double的時數 就是 比較長的時數 然後再來ASCII code 然後再來 就是可以讓你 是真還是假 true false 所以你看西家家 這麼多種 剛剛練 應該差不多 掉內十分 所以就會有這麼多 但是我們在LC3裡面 這一種 就是這一種 sign跟別的tools company 換句話說 就是有正負號 既然是tools company 我們代表他有正負號 所以我們只提供有正負號的 16個邊緣的整體 所以以後我們在計算 eD 都是只有這樣 但是這不影響我們在認識電腦 那只是這個 data type 環保線 然後再來 adduration mode 就是你只要是靜子 那這個靜子呢 哇 又有很多種 所以這邊 立社人 出來了 說是LC3 就有這麼多種 immediate register PC relative indirect sign 有這麼多種 有這麼多種 這麼簡單 LC3就提供了五種 等於你的PC 的話 就更多 像有些線 提供十幾種 那所以你那個程式設計師 說 討開玩火焦 你這個 你這個構成是 到底我要用哪一種 所以你就 就 去做一些判斷 那有些時候 其實你用哪一種 都無所謂 尤其現在記憶體 那麼大 大家不會去在意說 我下這個指令 就浪費多少個記憶體 所以現在 寫程式 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以前不是喔 以前一個程式設計師 這個公司要錄用你 通常是先這樣寫一個程式 然後看你寫出來的程式呢 誒 夜小夜 任何你供應夜色 所以剛開始出來了電腦的書 書喔 很多程式很難看得懂 因為那個程式設計師 那寫書的人都把它寫得非常非常小 但是那個程式寫得非常非常小 因為它展示它功力深厚 就好像你下象棋的時候 對不對 你一百步前把對方僵直 對不對 人家 那麼操 我三步就把你僵直 對不對 就是三步的比較厲害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話就還有 我怎麼才三步就被你打倒 對不對 對方會覺得非常的羞辱 啊 那對方覺得羞辱 就是你這個 得勝的最大的榮耀 啊 所以就是 越少步還可以交的越好 所以我有時候去跟人家下象棋啊 我講說就是跟人家下象棋 每次都跟人家兩三步就 兩三步就太誇張了 就沒有幾步啊 好像都還沒開始欸 這個 這個匠士像機馬炮都還沒有看清楚就輸了 所以我就不喜歡我 這個倒極太大 好 所以這台dressin mode 再來 operated instructions 齁 我們現在 大家知道了 這一些 data type dressin mode OD calls 對不對 memory register 跟ISA的架構 然後我們再下來 我們再一個一個的instructions 按個位置 齁 齁 那你要發覺其實沒有好不好 齁 齁 雖然我剛剛跟你講好像很可怕的樣子 齁 但是你放心 你等一下會發覺 電話你以後 唉呦 老師 你這幹嘛講了那麼多 那個廢話 看起來也沒什麼嗎 欸 確實沒什麼 齁 所以 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一些圖 也是知道 其實那就是不困難 齁 好 我們先介紹 operated instructions 三種 剛剛我們講過 他提供 他提供三種 一個是add 是做焦 一個是and 做end 做end的動作 一個是nod 做 0便1便0的動作 好 那我們先直接去看 等一下再來看這些 是比較簡單 好 第一個 我們從最簡單的instructions nod開始 這個nod 那所有的instructions 前面 左邊的四個bit 一定用做orbicon 好 這四個bit的orbicon 好 所以這個nod呢 他是用1001 對不對nod 所以假裝有一個指令 前面是1001 那那個電腦你把它疊忙 他就抓前面這個四個bit 哦 他要做1001 所以他就會產生 對應的那一些控制性 好 去 叫ALU做適當的工作 好 好 所以前面這四個bit 就是什麼 代表nod 然後呢 後面這三個bit 代表 目標register 然後再後面這三個bit 代表 來源 register 然後這後面六個bit 一定通通都要吃 好 或者說這六個bit 都沒有用 哦 不在我們的這個nod的解碼 我們nod在解碼的時候 不需要這六個bit 好 啊 這個 有的西餐就把它通通射成 其實你把它通通射成兩眼 你真的幾次 他有的西餐真的不一樣 好 好 好 那這個nod的格式是這樣 前面四個bit 是OB plus 再來三個bit destination register 再來三個bit source register 再來六個bit 通通 好 那他做什麼工作 他的工作是怎麼做的 他是這樣子做的 我這個nod呢 就會把 SRC 這個register 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這些register 就是我們剛剛的R0到R7 總共有八個register 對不對 你看 所以這邊是不是有三個bit 這邊有三個bit 所以代表就是 我們可以去抓R0到R7 任何一個register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就把sourceregister的資料抓出來 來 這第一步 第一步 我在執行這個指令的時候 我第一步就是 從sourceregister把資料拿出來 好 然後輸入到哪裡 輸入到ALU 我們這個ALU 就是arismatic logic unit 對不對 所有執行算書跟邏輯的運算 都在這裡執行 所以他一定要送到這個 那他為什麼會送到這邊來 因為有控制信號 那個finance step信會產生控制信號 把這個資料從這邊 移到這裡來 這個指令的一部分工作 就會做這個 而第一步 就把資料從 src 這個register 灌到這個ALU 然後再來呢 finance step信會產生一個控制信號 叫ALU裡面有一個NOT 的這一個 這一個電子電路 所以把這16個bit src是不是16個bit 我剛剛講 每一個register16個bit 來 所以他就把這16個bit送到這邊來 然後呢 finance step信用下一個 控制信號 給這個ALU 的 那個NOT的電子電路 所以全力把這16個bit 把他 一邊一邊 好 所以這個NOT的電子 按照他的指示就做好了 做完了以後 這結果就出現了這裡 這個是輸入 就出現了這邊 出現在這邊 你看我們要把結果 換回到哪裡 換回到DST 對不對 那所以這時候 fine step machine 因為產生一個控制信號 給這個DST 然後資料呢 就從這邊 換到這邊 那他怎麼樣通知這個DST 他就產生 fine step machine 控制一個信號 把這個DST的這個大門 把它打開 好 那我現在講大門 奇怪 這裡面哪有門啊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事實上就是一個控制信號 你給他1 資料就可以 就放進去 就跟我們那個W1 有沒有 我們前面再介紹 W1 W1 W1設成1 資料是不是就進去了 W1要設成0 資料就進不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講大人打開 對 好 這個register每一個人都有一個W1 好 W1 W1 那這個fine step machine呢 他就會在這一步的時候 把這個DST的W1 拉臉 所以他有一條線 就從那個fine step machine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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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拉到這個register這邊的W1 它就顯得到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拿過來 好 那你還會問啊 那我怎麼樣 比如說我現在 SRC是選擇R2 DSD選擇 SRC R6 DSD選擇R3 所以這邊是3 011 這邊是6 E1 對不對 那你說,欸,那我這個 列子的話,我怎麼知道說 我現在是 R6要出去,然後現在是 R3要打開 我們會有三個邊 這三個邊 會拉到這裡來 這三個邊也會拉到這裡來 會拉到這邊來 好,那我給各位看 看一下 對不對,這張是稍微看過 這裡有沒有一個 SRE 有沒有 這個就是SRS 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D DR 它這邊用的那個 那個名稱喔,不是很一致 這裡有看到一個DR 三個邊 這裡有看到一個SRE SRE三個邊 好,那這些 這些從哪裡來? 這些是從這裡來 IR IR在這裡 好 我們那一刷型 要解碼的 剛剛那個NATEL的一刷型就存在這裡 然後DST的那三個邊 就連到這裡來 連到這裡來 SRC的那三個邊 就連到這邊來 然後RIDE的Enable WE 就這邊有一條線 WE就拉到這裡 所以就 就可以做得到 剛剛我們那裡 所以剛剛那個圖 事實上 事實上你所謂的 你刷型要在這邊看 但是每一次看這個圖 那麼大 對不對 這本書每次都畫 一個這麼大的圖 所以它就把它縮 縮減 變成我們剛剛看圖 所以事實上那個NATEL的一刷型在這裡 就存在這裡 好 然後把這個 SRC 三條線 拉到這邊來 DST 那三條線 那三個BIT 拉到這邊來 好 那時候我們再回去 這裡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這個印刷型 是放在IR 然後這個DST 這裡有三條線 從IR 一拉出來 就拉 拉到這裡來 好 拉到這個RIDE 然後SRC 的三條線 也是拉 拉到這個SRY 對不對 所以 這個RIDE 就知道說 你現在要的是 哪一個RIDE 整個資料 你三個BIT 就可以去解法 對不對 DECORD 在這邊有一個DECORD 一DECORD 就知道說 你R0到R7 你料的是哪一個BIT 的資料 好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讀出來 做完了以後 做完了以後 再把這個資料寫進去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假如我們這邊是02 這邊是06 這邊是02 這個 它就會把06 裡面的16個BIT 抓出來 然後把它做N 每一個BIT 做N 這個結果是16個BIT 這16個BIT 這16個BIT 再寫回去 02 的這一個 RIDE OK嗎 那假如你這兩個RIDE 寫的都一樣喔 就是06 06 06 那它會怎麼樣 把06的這個資料 把它 0變1變0 然後再寫回去06 對不對 所以原來那個06的資料就不見了 它就被原來的 被自己的0變1變0的東西 蓋住 對不對 OK嗎 所以假如你原來的這個RIDE 資料 你希望保留 你就不能說 把自己的資料改變以後 再寫回給自己 那麼你原來的資料就不行 好 假如你不在意 你說我那資料就沒有用 那沒關係 那你就可以把它寫 寫到原來的資料 那個就是 這樣子就可以比較審 寫到原來的資料 寫到原來的資料 就可以做這個 解決嗎 好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了 介紹一下 請